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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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年的10月17號種的 這一區是我們的六場嘛 那這邊大概將近五個月 五個月就只能長這樣子 所以那個像西瓜五個月已經被吃完了 那個種子又已經在那個了 已經在 那個種子已經 還在種西瓜了 那我們五個月就只有長成這個樣子 那個靠山的話 我們就是要這個山可以做什麼 就是做這樣子的一個作物 那我總不能在這邊做水稻嘛 我就一直都很相信我 我一直都是選對的 從來沒有選錯過 她是巴井茂 今年54歲 原來是科技公司的主管 過著看似光鮮 實則披心待躍的日子 多年下來生活一成不變 但是身體的變化卻很大 十年前 她終於接受身體的抗議 辭職回鄉種鳳梨 現在她已經可以自在地穿梭在 滿是尖刺的鳳梨田裡 彈效風生 在科技業 整個生病什麼 通通是工作 就是一大堆的身體狀況 就告訴你說 其實你已經不適合這個行業 反正你就是檢測完 彈就告訴你說 這個可能 還沒多久了 我有點開玩笑 就是說 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工作的時間也過長了 大概工作20來年了嘛 所以就想說好吧 那就是了不起就回家種田去 就真的就是種田了 八景茂的田在高雄市的大樹區 東陵高平溪 西邊有丘陵圍繞 日照充足 加上有適合種植鳳梨的黃沙土壤 自清朝開始 就是重要的鳳梨產區 因此有王來山 王來源的稱號 八景茂種田的方式很不一樣 他一定會做田間的測量與記錄 並且擅長利用數據 他認為農業和科技產業一樣 都需要透過管理與整合 才能及時掌握耕種環境的變化 我們像我們現在就在尋釋 哪些鳳梨是長得不好的 那所以我們早上來看的話 像這個我們剛種的 那像這一顆的話 它就有一些問題 因為它的 我們發現它的那個 發育是沒有發育得很好 那我就把它拔掉來檢查一下 像這一顆的話 它就是有這顆蟲 然後它的根系長得不好 雖然我們都已經施肥 但是這一顆 我們就一定要再重新再蟲種 或者的話 我們種了18個月以後呢 種18個以後 它這一顆是不會有縮成的 我... 我... 我...不敢說我遭遭到 因為我也帶你遭遭啦 所以有點抱怨啦 你知道 因為我們也沒有了解它 它告訴我們的一些訊息嘛 那些訊息 我們它沒... 我們不懂啊 所以它在那邊 已經那個... 像那個什麼 蟲啦 泡到水已經快淹死了 那基本上我們不懂它 不懂它 我們就等於糟蹋它嘛對不對 那它就來糟蹋了我們 它就不給我們收成 10點的懂很多了 10點的就是從那個在地上爬 現在已經... 已經可以練... 波波波波波了 因為它說它吃不飽啊 沒吃飽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你沒辦法懂得它的語言啊 你看我們現在對它的語言很懂了 它告訴我沒吃飽 所以我要把它拔掉 然後重新再... 給它吃飽一點 農業就是暴露在大自然的環境之間 它變化很大 因為有數據化 我才有辦法更精確的了解到 我的雜草管理有沒有變好了 那我的營養管理有沒有變好了 這一些方面的經驗 它都要透過記錄跟資料 然後形成...慢慢的形成我們的知識 然後形成一個可以管理的系統 你如果要進步 要持續的進步 你的基本資料就是最重要的 你不可能通通沒有記錄 然後天中英明 腦袋很聰明 然後就自己什麼都... 那個...一下就突然開竅了 基本上是沒有 它就很扎實的工作 這去年春天的2月17號 發場5千顆粮力要96% 平均要1.4公斤 我們現在會比較每一年 就是種植 假設我種1萬顆下去 那我今年... 2015年種的 是今年我們看到的狀況 那我們會比較... 因為我2013那一年 種的狀況跟現在的狀況 做一些比較 那看看它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自己在進步 八井茂雖然是農家子弟 但對務農一無所知 為了要在陌生的領域裡重新起步 他跑遍農業改良場 農民學院等等地方 最後把學習到的知識 落實在自家原有的 一公寢農地裡 從整地 栽種到紀錄生長歷程 每天忙到日落才回家 他把過去任職科技業 實事求是 勇於創新的精神 帶到鳳梨園 而且還影響他的老母親 換成媽媽 對 這塊好了 這個好嗎 這塊好嗎 麥圈這樣就是怎麼漂亮 是啦 是很費工 這真的很費工 對啦 這非常費工 用這樣百的就很費工 但是以前都是用這樣百的 以前沒有什麼物質 就地取材就是那個米 慢慢的還要發電菜百種類 這就是這樣 弄得好 阿現在喔 香蕉蜂上去 阿現在就來勾一勾 勾一勾勾勾的 把刺下去 這樣 這樣就好了 不是說概然 但是要熟 要熟練 要很久 他會再照顧 他會再照顧 你如果保養不太好 他會照顧 會再骨頭啦 你就要比較溫 這樣不太對 比較溫度的 怎麼不開 我媽媽 每天都說 我如果要做什麼工作都 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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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肉貴 那人在看才會看 就是用說的很厲害 如果真的自己去做 都不會掉 肚子又這樣 你看 他就說要蒸給我 我就也不可以說 不好 還是湯 不可以說 不可以跟他講 不可以跟他講 我們摘給我 好不好 不可以啦 所以我會在一起 吃飯 一會兒 一會兒 太多年了 又不是很好吃 對嗎 對嗎 他要吃飯 要吃飯 如果要吃飯 就好 他會吃飯 人家說 要吃飯 要吃飯 要照顧 我剛才說 我們沒有說 要吃飯 沒有吃飯 沒有吃飯 然後 帶飯 還有一會兒 過去找一個 這個我沒辦法 這個我都要找找 不然四個王家 風頭風尾 有的人就說 你們嫂子在做這個 你手機就沒用了 沒用就快點 腳硬在擺盤 因為其實我媽媽 我媽媽從小就是 對我們現代人來講的話 他就是順應兒子的自然發展 他說你只要去做 你不要去做壞事 不要去做傷天害理 那個又拐什麼婦女那種 他就通通OK 巴錦茂的媽媽巴黃玉花 23歲時就嫁到大樹區 隨著夫家過著務農的生活 當年就是靠著這片田 養大巴錦茂四兄妹 她將人生中的精華歲月 都奉獻給這個家 我們大樹洋都奉獻 以前都用日本的 青仔 我們都去 他頭上蓋起來都吃炸了 蒸絲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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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這些都奉獻的 都說再來 現在外種換這個 這種奉獻不能夾去日本 這個奉獻不能夾去日本 金屬碗 蒸絲碗 這幾項都禁止 因為就是 他們會很無用 無用賣料 所以這個東西翁來 翁來就是 你會很旺 做翁來對不對 做翁來所以 這東西比較不好 我們表演一下唱歌好不好 自由地與媽媽分享耕種的樂趣 這是巴錦奧在外闖到20多年 所感受不到的 和家鄉的人情味 也讓他感念在心 剛回農就挑戰門檻比較高的 有機栽培 就像還不會走路就學跑步的小孩 跌跌撞撞 幸好他們家的老鄰居沉浸難 基於對後輩的愛護 常常無條件指導 讓巴錦奧受益良多 你放起來吧 睡幾項 吃茶了 好 對啦 我早就早來要問店 說農民烈 因為我現在要做農民烈了 我現在不知道都用國烈 國烈都不準 每年呢 每年輪多了 三年一輪 三年一輪 五年兩輪 對不對 難怪人家說三年一輪 好判才有輪 對啊 所以今年這個火頭掌心才會熱 你們看得到嗎 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這邊的鄰居都對我們很照顧 因為他們知道這口見頭見頭 所以他們一部分是同情 就他們每次會教我一些方式嘛 對西貨觀察 對節氣這些 他們就對我們的幫助相當大 可是他們也知道說 我們的方法跟他們不一樣 陳靜南近年72歲 陳家從祖父一代就開始在大樹區開墾種田 目前是當地鳳梨種植面積最大的家族 陳靜南從小就幫忙家裡務農 成年後就承襲鳳梨田 擁有超過50年的慣行農業經驗 我是國小畢業的做事 以前這鳳梨沒有在北地 都在三地 50年前這五萬丈的人就很多 五瓶地區 要比我們世丹的比較多 沒有 30萬年前是都在我們這裡收回 那鳳梨公司在那裡做罐頭 後來都收開了 那五國工主席 都遷你去五國做了 20世紀初期 日本開始在台灣發展鳳梨罐頭工廠 當時是外銷第一名的產業 到1980年後 東南亞國家後來居上 鳳梨罐頭外銷無力可圖 鳳梨農逐漸改以內銷的 鮮食品種為主力 陳靜南這幾年看到八井茂的成績 也開始對友善耕種產生興趣 當時如果他回家發展鳳梨罐頭 其實大家不對這個鳳梨罐頭 也沒有很認識這個鳳梨罐頭 真的沒有很認識 但是他經常開始做的時候 發展鳳梨罐頭 也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些太古 賣賣的就是這樣 鳳梨成本就要種賣賣的 也不可以種很漂亮 對啊 鳳梨蒸很漂亮 鳳梨蒸很漂亮 鳳梨蒸很漂亮都不可以 我是很喜歡鳳梨 不過我其實還會更愛錢 以前我不敢講 對啊 你們孫子已經很幸福了 他就是有想要種柚梨 對啊 媽媽就有季 吃得差不多 都會鑽養 對啊 我如果越久越久他就可以經濟不要蒸了 如果越久越大空就不可以蒸他吧 他種柚梨的就是都小粒 柚梨的就是沒有下肥 沒有煮草都用膏的 對啊 他又減不可以吃藥了 吃他的翁梨剛才都沒辦法農藥 沒辦法沾沙肥 沙肥就是肥料啦 他都順柚梨的啦 那種 當然我們不習慣了 人家種的是兩三斤 三四斤 他種的都幾多一斤 一兩斤 沒賺錢了 對不對 哦 比較沒錢一斤啦 老闆的很壞 都要洗了幾個 洗了幾個 五千萬元 要賺那麼多菜 都全市長的 第一次種的時候 那個就好像有點傻傻的 然後那個反正就種 欸 種好了 有在長了 有那個芥兒蟲了 死掉了 可以採收了 好像有的採收 第一輪的八個月是沒有什麼 太多感覺 第四年的時候才真正有感覺 第一次這樣看起來都順其自然 然後到第二次發現不是自然而然了 因為到第二次的時候 奇怪了 更努力了 怎麼收成更差 死的更多 那時候感覺就是說 欸 我第一年是不是運氣太好了 老天爺是在騙我 讓我繼續做 他沒有讓我覺得失望啊 他在告訴我們說 這個世界不是鏡頭 什麼那麼簡單 對 鳳梨從苗長成到採收 需要十八個月 八井茂的第一輪收成還不錯 但接下來幾年就沒況欲下 八井茂當成這是老天爺的試煉 維持樂觀的甜心 努力尋找克服的方法 也許是天助自助者 這時候竟然來了年輕的生力軍 為農場注入創新的火力 這個是立安 我們高雄市的行農 非常有形的那個年輕農夫 他是嘉義大雪原藝系 他是等於被派來照顧我們的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 沒有什麼太多的農業知識 我就說這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 真的這種年輕人 你根本找不到半個人願意來重新 農業就大學畢業以後 然後願意從事農業 根本找不到啊 如果沒有碰到他的話 我可能鳳梨只種了六年就掛了 他進來讓我們撐到十年 說不定到第十五年才會掛 不行啦 我不想失業 不能只撐十五年啊 我不想失業啊 這邊很有潛力的啊 我們未來是亞洲最大的有機鳳梨生產中心 他他的心很小 他就想說那個要做到亞洲最大 我跟他講說其實我們亞洲已經最大 我們現在是要做到全世界最大 然後他還是只記得我那個去年 前年講的話 現在講的話他都還沒有聽進去 李立安是台南安平人 家族中沒有人物農 但天性熱愛自然 所以大學選擇原藝系就讀 雖然原藝不等於農藝 但卻讓他習慣跟泥土接觸 而來到大樹跟八景茂 學習用科技管理農業之後 他更認為 種鳳梨是很有前景的行業 兩人一拍即合 八祖他們以前都是 在台積電被訓練出來的 在這邊最大的震撼就是 他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 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可以就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拆得非常非常 可以從宏觀下去看 也可以從非常微觀下去看 在我的理想中 農業就確實是應該要這樣子 因為農業它其實 它的難度並不會亞於 半導體產業的 因為它實在有太多 不可以很難去控制的 環境變因 特別我們又是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那個難度又 再往上提成 因為有病不能吃藥 然後就是你要有PDCA 要略懂一些關於企業管理的東西 像福特巴蒂 博士頓理論 應該說我們其實能在這邊 遇到八祖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相信在其他農場 應該不容易學到這些關於高階主管 在就是管理方面的知識 李立安跟著八祖帽也四年了 今年的第一批鳳梨 下個月就進入採收期 鳳梨在採收前最怕過度日曬 這樣會造成鳳梨焦黑 為了不影響賣相 兩個人用紙張做成的套袋 細心包裹幫鳳梨防曬 鳳梨是要曬太陽 但是它那個果實的部分 就是果實的部分 它像這種組織的話就很細啊 很嫩 那你一天曬兩天曬 三天曬這樣子曬 因為它就沒辦法避應 它不會像人會閃來閃去 那一直曬一直曬 它就會把它曬傷 就跟人的曬傷一模一樣 大概二月份三月份 在採收前的兩個月左右 我們就來做防曬 但是它基本上它在預寒跟防曬的中間 要取到一個平衡 然後如果又更熱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用一個遮光網 黑色的遮光網 它可能遮掉30-40%的紙外線 或者是40-50% 你希望鳳梨的品質是怎麼樣做管控 然後防止日曬會造成多少傷害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考慮的 沒什麼技巧啊 反正就怕吃了就不能套 只要你不怕吃都可以套 只是套得快跟慢而已 其實我覺得 容易沒有輕鬆的事 也沒有easy money 所以我們一定是付出多少 還不見得有那個回報 那你如果付出的不夠多 根本就不用你講 在另一片土地上努力耕種的 還有陳永勝與陳永青這對兄弟黨 他們是陳靖男的孫子 小時候就經常跟著阿公 到鳳梨田裡玩耍 六年前國中畢業 就留在大樹區耕種這片家傳四代的土地 現在工作就是要把這個從根土丸的田地 再種植新的苗下去 鳳梨的苗 那種的部分就是盡量要把它擦深一點 這樣它的根才會比較扎根 就大概這樣子就夠了 那種比較早的人就是八九月的時候 像我們都種植到過年前 現在種差不多就是已經 算比較晚了 今年的雨水不夠 秒長不出來 我小時候就會出來幫忙 可是之後到正式開始做的時候 是我國中畢業 就是在高一的時候 我們都是從小就有開始在模仗學習 久了我都習慣了 就是要剪別人不想做的工作 以後才會賺錢 很少人喜歡曬太陽 像我曬成這麼黑 你像我曬太陽老婆做朋友 在那邊笑 對喔 2017年3月 春分 這時節是傳統的雨季 氣溫也超過20度 有利於鳳梨植株生長 陳永勝 陳永青兩兄弟 把握時間種植新苗 今年才20出頭的他們 雖然從農的時間不長 卻對農業很有想法 那時候看著爸爸 他自己一個人 自己這樣慢慢地撐過來 就覺得他很辛苦 他就很想要幫忙他 付出一點勞力 讓他不會這麼累這樣子 我們就兩兄弟 來撐起這一個行業這樣子 算是我爸就有想要做 有算這方面的想法 去認識一些他的 就是要怎麼去照顧他 因為顧縫就像顧小孩子一樣 這個算是未來的趨勢 也會為我們的後代著想 因為你把土地搞壞了 對啊 就一輩子了 阿伯 阿伯比較快 他種的經驗比較多 對啊 年紀越大的 比較資深 我正常要三十年了 他們種的速度 還有他們的技巧性 沒有經驗 對啊 都會有差別 他剛學習 我這個新生代而已 剛大概差不多認真算起來 大概差不多五六年左右 我這個算老實 他們的同學而已 我還在學習當中 我們還在學習當中 對啊 足夠了 不錯啦 站在這片土地上 陳永青看到的不是凋零 而是機會 對他而言 接下來家族事業 一部分是來自於晚輩的責任 另一部分則是對這片土地的認同 把鳳梨的葉片先把它切掉 因為我們要 接下來要採收鳳梨的時候 這樣子的座位才會比較方便一點 除了鳳梨葉就刀起刀落 就好像從南天門殺到北天門一樣 這樣殺也殺去 來來回回的 一天要殺個幾十萬刀 那個動作不夠俐落就不行 那工具也要好 好痠啊 痠好痠 刺蘿就是你要種鳳梨的話 你又不能穿黃護衣 因為像這個時候穿的那個太熱的話 非常的濕熱 很快就中暑了 剛開始沒那麼適應 那就是覺得汗流的非常多 就趕快躲啊 躲在有陰影的地方 就趕快躲一下 咬著牙根就會 咬著牙根撐著就過了 就好像躲著棉被 那個棉被角 那邊擦乾了就可以了 我們來從事有機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 很主要一個想法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希望友善的環境 我們希望也能夠做一個 機會的一個創造 那我們因為技術的提升 對市場上的有幫助 那讓我們這邊的農民 他們也覺得說 有機原來沒那麼困難 或許老一輩的人 他們就是逐漸退出農業的精靈 那年輕的 那他們又覺得 如果這個是有希望 而且市場上可以打得開的 這個面相中 它可以帶來一些希望 它可以看得到的 有機會可以讓更多人 願意投入這樣子一個 友善環境的一個耕作方式 這個不要的鳳梨 我們就把它拔掉 為這附近的老鼠 那時候 我這一邊是我們第一次種 大概將近十年前 我第一次就種這裡 那個大概吃掉一兩千顆的鳳梨 非常的慘啊 就一整區 像這樣一片就咬掉 然後那邊一大片又咬掉 就這樣子到處都咬 那時候感覺就是 這個老鼠實在是太可惡了 即使是因為沒有空 有空的話 我們都還想要把它BAN一個門牌號碼 第幾項然後幾號 給它拆個門牌號碼 那我們就直接幫它快遞送到家裡 那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跟老鼠已經相處到一定程度了 就是我們要放 盡量放在它家門口 然後呢 盡量不要讓它再浪費 牙齒在那邊咬皮 就是順便把這個狗肉 對著它家門口 那這樣子的話 避免它出家門很危險 其實它在家裡面是最舒服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已經轉型成那個 那個老鼠的送貨小弟 服務員 反正就一物客一物嘛 然後那個生態總會平衡的 我們就發現什麼蛇都來了 然後這邊有好幾群老鷹啊 他們就可以繼續 因為不使用農藥與除草劑 許多生物逐漸回來了 原本只是單純追求健康無污染的種植 卻也意外上了一堂生命課程 天然生態下營造出的自然生物鏈 讓八景茂非常自豪 好 上車來 出發 立安 我就來用那個肥皂液 讓你幫我用水 OK 好 這桶水 水你幫我拿走 肥皂液倒到桶子裡面去 我們待會就除蟹蟲 因為它是一個 肥皂液的話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借邊活化劑 那所以它會讓那個藉口蟲 藉口蟲本身的那個蠟子 有一點溶解 然後塞住它的那個毛細孔 它是靠那個毛細孔鋪吸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用最簡單的資材 準備放水囉 好 水管在這邊 好 已經開了喔 不可以掉出來了 OK 好 好 那個鳳梨它最主要的一個蟲類的話 就是那個鳳梨液的粉芥殼蟲 那這個芥殼蟲的話呢 會侵入到它的那個果木裡面 那這個果 侵入到它果木裡面的話 它就會造成淚果這一些 所以我們如果做這種動作的話 對那個鳳梨來講 我們可能第一個是會減少 我們後面分級的一些負擔 我們就可以不需要再用那麼多的那個吹 還要再把它吹掉這樣子 這個好像在幫它做SPA一樣啊 這個還是要很注意啊 就像洗澡洗得太大力的話 會抽破皮的 所以你基本上你還是要選擇那個 它可能比較密集的地方 那剛開始它躲在比較葉翼下面 你躲在葉翼下面的話 我們就往下面噴 那現在因為我們怕它爬上果汁來 所以就是要對著果汁的底部噴 它其實是細皮嫩肉的 你怎麼覺得它皮很厚呢 它真的細皮嫩肉啊 它那個 你那個氣溫的變化 氣溫的變化一大 它就很容易就淚掉 它小的時候皮膚是很細的 就像我們這種老蝙蝠的時候 皮膚才會變粗嘛 所以它這個是 你不要以為它鳳梨都是很厚的 沒有 這個已經算是青年期快要到成年期了 它一直都還會有其他的風險 像這個如果是下雨下太多 那它就很多就會變成吸收水分太多 所以像我們現在從乾旱一直到雨季的話 我們中間要teach它 就是要教育它 就是大水來的時候 你不要猛溪 猛溪把自己也撐死了 它就爆掉 它就很容易淚果木這一些 淚果木 淚果梗它就會這樣子 可是那氣候對那個容作物的影響都越來越大 你看它那個比較旁邊的那個葉片 它變得比較黃 那它其實是很耐很耐旱 可是問題是所有的植物它都有一個枯萎點 就是你當你的水分低到一定程度了以後 那你就是這顆植物就你再也恢復不回來了 那如果我們通通不處理它 那等到雨水一來 它就整個一直吸 吸到整個都風味全部不見了 然後連那個果實的狀況也很不好 八景茂這一批種植的品種是金鑽鳳梨 目前是市場主流產品 18個月的時間很長 天候以及病蟲害都會影響成長狀況 主要產期在三月底到八月間 現在正值採收季節 從頭紅到尾的鳳梨屬於全熟要第一批採 接著是八分熟以下 以此類推 像現在這種早春的那個天氣 我們就一定要採到全熟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會百分之一百 全熟的我們才可以採 那最少要像這個樣子 整顆都紅了以後 就從頭都紅到尾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是我們可以採收的 然後我再拿另外一顆 像這一顆的話呢 它大概就是八分熟 就是你看它下面是大概紅色 那上面還是綠色的 那這個大概就八分熟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酸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基本上對我們來講的話就是 這個時間我們就要採全熟的 那像到可能在一個月四月份 我們大概就採八分熟的 六分熟的 然後再採到兩三分熟的 因為它那個冷的時候呢 你看它外皮熟了 它其實裡面的果肉還沒有很熟 我剛開始的時候是覺得應該要採黃的 就採長矮嘛對不對 那結果我們後來才發現 那個採全部黃的 它在不同的溫度跟時間之下 它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要根據氣候跟溫度的狀況 來做決定 我們現在在採的是台灣最強品種金鑽鳳梨 對 它是台農17號 這個品種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 在台灣市占率大約算是九成以上都是金鑽天下 一年四季幾乎都可以產 那風味相對上來講都是比較好的 在鳳梨田裡幫忙採收的這兩位手腳俐落的年輕人 他們都是李立安的大學同學 三年前李立安邀請他們一同加入農夫的行列 他們是…我來這邊之後被我找進了 一起來這邊中風也有 他們是自己願意跳進來的 不干我的事 是啊 我們真的是同班同學啊 然後大…然後也是室友 從大幾啊 大二 大三 大三嘛 大一吧 大一啊 從大一到大四 這個地方不錯 讓我來逛逛這樣子 他就來了 很自然的 因為我退伍我不想讓自己沒事幹 一開始是在當兵的時候來過這邊採收 還行 還行 退伍就來 反正後悔之後再說 像我自己的小孩子對不對 我自己的小孩子他就練電子工程嘛 女兒是練生物科技嘛 那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基本上對農業 還有他們對這個土地的親近 跟完全不一樣的 農村他有更多像立安這樣子 他們願意投入這個農村 那他們以後在這個農村 是當成他終身的職業 這樣子是 其實是對我們的整個傳承是最好的 昨天搭太陽 然後今天就寒流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就很麻煩 因為我們就是 本來預計我們要採收 那但是 一般寒流然後又噴到下雨 我們那個 我們的鳳梨就很容易腐爛掉 那這個腐爛的話 我們就很有可能 那顆鳳梨 如果沒有很快吃掉的話 它那個會從脊部出水跟腐爛進去 它會傷口會感染 那感染的話 它因為它是有毛那個 微塑管嘛 微管塑 微管塑 每次離安就會得要跟著我 那微管塑進去的話 那個細菌會跟著進去 它就會整個腐爛掉 有機它是需要非常長時間去 養地 培養 培養那個生態 慢慢起來之後 它才會越來越好 對 所以我們以前是種更小顆的 是現在好不容易過了十年 才能夠變到這個水準 我們以前說的大小可能就是 大部分可能就是只有這顆的水準吧 對啊 可能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可能種出來有五六十% 就這樣子而已 採下來可能削個兩三刀 它就沒有肉了 皮削完了肉也沒了 長到這麼大顆可能只有10% 20% 今年的鳳梨給它幾分 現在還難講欸 因為還沒有整個採收完 其實我們這一塊的表現 已經算是中上水準了 對 可是隨著溫度越來越高 然後像下雨的頻率越來越多 鳳梨的涼率就會慢慢下降 嗯 因為前面我就是講到 它會變成肉身 因為它吸太多水了 對 或者是太陽太燕了 然後導致它可能有一些 會產生一些生理上的病症 對啊 因為它有可能會 就是這種破洞會很嚴重 其實我第一年在栽種 收成也還可以啦 只是那個還可以 跟人家比起來是差很多 最簡單的一個比較 就是人家種100顆 收成90顆 然後每一顆平均大概1.5公斤 種18會花的成本 假設是20塊好了 我們種100顆 收下來60顆 可以出貨的30顆 然後人家重量是1.5公斤 我們平均的重量是0.7公斤 就人家的一半 那人家一顆假設花20塊 我們花了100塊 成本高人家5倍 然後我們的產量是人家的3分之1 所以它一顆 人家一般一顆鳳梨 假設賣10塊 我們要賣150 市場上不可能接受這種東西嘛 所以到3456年第7年的狀況 就是都在這樣子待過了 就這樣子過來 我們可能在13年15年 就應該會完全地步入軌道 奈旱的鳳梨最怕潮濕積水 容易造成果木裂果腐爛 八井茂今年的第一批收成 就不巧地遇上雨天 因此採收完畢後 大家趕緊送到公寮 做分級篩選以減少損失 這個是不要的嗎 那這個還沒這樣 我還沒有分 我們的分級呢 從最小顆的一直到最大顆的 我們的S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尺寸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會在900到1100公克 這種最小的 這種最小的這種 它就非常小顆 然後它就是唐家鳳梨 它算起來有五個果木 一二三四五 總共有個果木而已 基本上它就長不大 看到這種鳳梨的話 人家就講說 因為我以前的栗子 就是要把那個鳳梨種的 跟西瓜一樣大對不對 結果種出來就是跟柏拉一樣大 跟枣子一樣大 所以那個當我們種出這種鳳梨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好啦 你準備趕緊收一收的 這跟這什麼鳳梨 嚇死嚇死了 整個天裡面都平均起來都類似這種東西 後來發現那個竟然它是這麼美味 風味這麼好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就是 應該算是那個意外的巧合 就是在行銷上面人家就覺得你這麼小 然後去完這個灌芽對不對 然後再去完皮 剩下這麼一點點 就是感覺上就好像一口鳳梨 從我們以前的消費習慣它很難接受得了 我花了十年還沒有讓大家接受 我還在努力當中 採用自然農法種植出來的作物 往往會有外觀形狀不工整 尺寸大小不一的現象 無法進到通路販售的 只能由農民自行吸收 八景帽期望透過自家的鳳梨 讓消費者重新認識食物的價值 所以在每一年的收成後 八景帽都會舉辦一場試吃大會 透過親身品嘗來記錄味道 餅乾哪一個好不好吃 不錯 不錯 老鼠吃過的 特選的 對啊 老鼠吃過的通常都 最好的 一般來說都很優秀 因為它很會挑風 對 105分 我吃的這個是戒殼蟲太多的 所以我們削完了以後 它果木都是戒殼蟲 戒殼蟲好像會不會挑 它最少會挑80分以上 那裡面這邊可以稍微看得到 那其實它不會吃到鳳梨肉裡面 它在果腔 那個花腔嘛 在那個花腔裡面可以 嗯 連味跟酸味都到位了 可是沒有香氣 香氣不滿 你看它的顏色差很好 我們來換一下 擺的不一定不好吃 來 吃吃這個 好大一塊 這個是全熟的 十分熟的 我覺得它香氣也很夠 因為它已經變成紅色了 對 很好吃啊 像這個就 這一顆大概八分熟 但吃起來它香氣不夠 但它吃起來很清新 對 很清香 它那很清香 這一顆就是立安在講的 這個是八分熟的五木 它很清香 其實我們加工的產品 這一種是 去加工出來是最好的 專度酸甜剛好 那做出來果乾就好像那個 情人果那種酸酸甜甜的樣子 沒有一顆會一樣的 而且每顆的風潰都不同 立安的是八十分 我這一顆是九十分 然後你千萬不要問我們 有沒有六十分五十九分的 我們沒有那種鳳梨 因為大樹 我們這邊的那個土壤 酸鹼值大概在四點五到 四點五到五點 那這個是鳳梨最適合的一個環境 所以呢 我們真的大樹的鳳梨 從以前 自古以來就非常有名 我們在談說 第一次吃到的時候 覺得很不好吃 因為我們採的熟度不對 所以第一顆吃到是太酸 我時候想說 鳳梨怎麼會那麼酸 奇怪 人家種得明明不會 為什麼會裝得那麼酸的來 那時候不是感動 那時候想說 好不容易採瘦了一顆 然後先自己吃一口 然後結果太酸了 那次龔梨才會覺得酸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不會採 而且那是八九年前的事 一百零五分 我吃到一看好不好 我們在科技場 一定要每天就擺一個撲克臉 這樣的話大家知道 我們就很認真很年速 做事情應該不會錯 我們如果在田裡面 大家擺一個撲克臉 連鳳梨看我們都很討厭它 對 我覺得是教學相長 他們就教會我說 人生不要那麼嚴肅 我覺得我好像年輕了三十歲 回到那個少年 少男的時候 那種情境 少男一定是少男好不好 對 好 我一定會想到 好 來 你怎麼擺好 你還在想到 一天 去見 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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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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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嚕嚕嚕 那些老人不說好,你沒辦法做優惠的 你怎麼講的八幾個都不知道人不好 跟家寶怎麼講? 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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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對長道非常好的東西 我們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 而且我們鑰匙鑰匙鑰匙都做 很做道理 這比道理還好很多 對 好 今天我們上班的時候完全沒有時間 所以都不知道回家 和那個 我沒辦法做得吃 現在回家做錢 可以回家做這個王子 和我媽媽這樣就好 十天都很快樂 我覺得這是 今天其實差不多算最大的 最大的福氣 對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這點 待會兒再出來 待會兒拍片 這點 這點 現在就在做王子 十六歲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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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草蟹花沒人家 就注意 就翻裝台 這樣注意這些肉 然後注意笑 有 以前我們母親都可以生 以前的人沒有 比較散 那是現在比較有而已 沒有以前都散了 腳踩了 對啊 麻煩就 比較減 比較有壓 對不對 這支棒 我們就做多少聲了 肉聲鮮起來比較好 肉聲比較重 鮮起來比較長 這支就是肉聲 這支就是鮮 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 鷹鳳梨醬是家家戶戶 煮藏的調味品 將鳳梨切塊 放入豆豉以及冰糖 鹽 調味 並且將瓶子安置在陰涼處 經過90天的發酵熟成 就可以食用了 好 完整了 好 拼成這樣 這麼拼 對嗎 對嗎 不會去你的肉嗎 對 還在炒嗎 沒有 有 想說從上上一帶 就已經穿下來了 就想要好好把它經營下去 把它經營得更好 又是要做的 那些老婆 都要做的 我沒有把牠也搭起 有什麼 這 是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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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له 老人不行說我們一公 要給他爭壞 我們不行說 他會拿一賣 九十五年會不會說這個嗎 我一定也絕心吃不厭 鳳梨應該算是家鄉的味道吧 父親、爺爺都是種鳳梨養活這個家 自己生產出東西給人家吃 就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會讓人家去說 讓你吃的鳳梨才好 那種感覺就很好 這是白稀草 然後它是非常非常好的 水乳保持的草種 那現在呢 因為我們已經種了三年了 這邊的草的種子 那個已經長了三年了 那我們就從這邊取 自然取材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拔掉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種到別的地方去 那比用撒種子的花藥率好很多 它成功率也高很多 那我們在這個螺螺的土壤上面呢 我們就把它擦一擦就可以了 就擦著 那因為它有很多根系 只要有一些水來 它就開始發芽了 所以它就又可以長成一片 那這樣我們所有的 水土保持的問題就可以解決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做到 完全沒有裸露的那個土壤 那它乾掉了葉子 它其實產生了淡素 它基本上就是它會還給你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我們要做一個 從事一個有機 它其實要包含好幾個 好幾個層面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自己本身就很有成就感 因為到了我們的那個 農場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綠草如荫 然後生意盎然 有很多的生態 被我們所建議起來 這個東西是對我們來講 是沒有辦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不然我們來唱歌就好嗎 你要唱歌嗎 來去台東 來去台東 好 來 你拿 開始 去台東 請你真正看 累積是巴警帽常掛在嘴上的名詞 他認為機會是自己創造的 而成功的關鍵就是隨時用心的態度 務農邁入第十年 儘管營收還沒有轉虧為營 但他卻獲得更多的附加價值 務農或許不用什麼高深理論 重新打造家鄉風貌 就是他回鄉最簡單的夢想 他的入場 被暴染了 保護雪 而那一日 就要坐在哪裡 進入 我來一個 gerne 我來 家鄉 我來 家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